月经不止案例 我没有同意 最后只让我吃西药 但是这种药副作用特别大 吃了头晕恶心 吃了两天就不敢吃了 我找宫一点志宫老师按推了两次 因为当时上班 所以内外热源没有跟上 症状没有减轻 4月18号我又做了采钞 子宫内壁厚度是1.2厘米 血量有灯无减 医生说必须狂攻 如果止不住血 后果很严重 并且还要做病理 看看什么原因 做成的子宫内壁增厚 我一听皮球夸功 吓得我两腿发热 平时听朋友们说夸功很疼 血也不一定止住 所以当时吓得我一点体力也没有了 本来我体力很好 自己开摘球的医院 一说夸功手术 吓得我自己开不了车了 自己反复想 如果夸功以后 还是没有止住血 不等待我的 就是拿掉子宫了 因为周围的人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我想了想 马上给志宫老师打电话 说明了我的情况 志宫老师一听 反问我 怎样学到原始点 我自己一个毛病 很自以为是 姜汤浓浓了 先难喝 温敷出汗先难受 现在先止不住 我太怕了 我和志宫老师说 这次一定听话 让我喝多少姜汤 怎样温敷一定照办 7月18日下午 找志宫老师给我按推了 剑椎和下背部原始点 按推以后 我喝了15克浓浆肥 全身温敷一个多小时 回家后 又喝了15克浓浆肥 整晚电热谈温敷 4月19日 志宫老师给我按推 剑椎和下背部第二次 50克姜片煮姜汤 用第二次煮的姜汤 煮一根深 喝到一块喝一整天 尽量长时间温敷 并且尽会打努力运动 4月21日 我又去了工艺点 第三次按推 姜片和身 一直值得现在没有减量 4月22日 血量变少了 4月23日 整天还少 4月24日早上 有一点点 4月25日就干干净净了 4月26日我就上班了 我们用福报 学习了原始点 一定要放下 自己的执见 从零开始 老师听话照做 这样才能受益 我受有不听话的人 但是幸亏我有福 身边有这么多好老师 实实关照我 我才迅速恢复了健康 通过这次生病 我知道了心态很重要 4月18日检查前 我体力很好 还跑步20分钟 还爬了楼 但是检查结果一出来 吓得我去按推时 楼根本爬不了 到现在体力还没有完项恢复 可见担心害怕 消耗热能很快 这是我的亲身经历 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原始点 先调好自己的身体 带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感恩大家 带去带去帮助